旁邊就有七道彩虹保護你 不但保護你 外面還有一個盔甲 所以叫 披甲護身 這個盔甲像韋陀菩薩一樣 所以倒數第二行有寫 第四行 以大慈悲心 片緣一切友情 為了你要下地獄 為了你要去惡鬼道 你要保護自己 對不對 你今天要去救火 你一定要把救火隊的衣服穿好 進到裡面才可以把那個老人救出來 是為了慈悲而念的 以大慈悲心 片緣一切友情 願皆批 不是光你自己 當你一念的時候 他也可以得到甲持 不要再被火燒了 願皆批上大慈悲 莊嚴甲重 所以穿著這麼莊嚴不是要打仗 是為了慈悲的 所以光耀威武 如偽陀菩薩 肅令離諸障難 正得四出世間 殊勝成就 所以他就離開他的障礙 痛苦三惡道 他們也鋪離三惡道 而且往生淨土 所以要念咒無辨 然後加持五個地方 額頭 右肩 左肩 心 喉嚨 一開始你不熟 但是你念了 每天坐 坐了兩個禮拜 你自然就背下來了 就很簡單了 那以後各位你要進到佛堂 一下車或在車上 你就把這些都念完了 你已經熟了 你已經熟了 然後念念的時候 又請諸佛菩薩加持 而且你要幫助六道眾生來拜佛 哪怕一個人來拜佛 像我很喜歡一個人到寺廟 沒有人 所以我師父說 整個寺廟都你一個人在用 我在家就這樣 我在家都等了 我師父的寺廟沒人 我就在那邊獨享功德 因為很安靜 拜佛看經典 然後等著他們做晚課 那時候自己也可以看很多經典 很容易融入 又可以一起做晚課 我特別喜歡做早課晚課 為什麼 如果為了自己也要出家 然後不得不做早課晚課 那又有壓力 因為我們去做早課晚課的時候 是念給眾生聽 那岩座大壁座四小桌 晚上八十八佛 阿彌陀經 我們去參加 所以就可以給很多眾生得到利益 念給他們 所以你來代表 就像你做媽媽的 我想你來佛堂拜佛 都是拜給你先生你兒子的 對不對 因為你愛他們 所以你會堅持的 他們不拜我更要拜 那我們行慈悲心的人 是為眾生拜 所以我這一次為了來溫哥華 我做了很多功課的 做了很多資糧的 然後捐了很多錢的 然後才進來 進來又繼續努力 因為所有的功德都放在這邊 那才來報恩 下回要再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搞不好你死了 搞不好我死了 所以各位要每次都很盡力就好 不要保留 很盡力就好 各位要每次 你要去見一個人 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都變成修行 要知道嗎 開車 開車是不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像我這個可憐了 不會開車 冒著生命危險 坐別人的車 對不對 把生命交在對方手上 所以我不唸也不行 這下要死了 那是 既然唸不是為自己唸 我怕死 所有開車的人都怕死 所有開車的老媽媽在家裡 都擔心她兒子死 所以開車的時候 我就很認真的為所有人在唸 我常常想說 我唸到一半突然 啪死了 我看那時候我也直接去淨土吧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在為大家而唸 如果我撞死了 那一定是替別人車禍 那我生命就有意義了 就算死也會死的有意義 而不是一種 海淘法是業障現前 多沒意義呢 因為我的心轉變了 現在就不是業障現前 所以我會把這個前行都念一遍 上供下施 所以我們在車上永遠 我也勸各位學我們 車上一定要有一瓶水 一點點水 窗戶打開 然後車上有一點點米 所以我在台灣的車上面 還有兩個擦箱的地方 還可以冒煙 點箱冒煙 每次停在紅綠燈 旁邊車子 你們車上有火災 後來我說這樣不行 就給他貼個 拿摩阿彌陀佛 對不對 至少他知道這是佛教的 但是還是有幾個好心人 騎摩托車 你們車上冒煙 但是我說你有福報 這樣 沒有我說我們在點箱 喔師父喔 對對沒問題 但是各位 因為你要把開車當做到場 對不對 坐車當做到場 坐飛機 坐火車 免得各位要從溫哥華 要坐回北京 溫哥華要坐回台灣 浪費時間 這十幾個動作 我可以念多少經啊 可以做多少功德啊 這個飛機飛到哪裡 功德到哪裡 整部飛機都變成佛的力量 那就 如果你要保持菩提心 而且這個菩提心大悲心 不能冷卻掉 我在這邊強調 你今天修了一整天菩提心大悲心 結果明天又冷了 那從頭要起來 要起火多困難啊 所以各位 那你只好把任何一個行柱坐臥 都是在上空下室的 就像很多人問我說 那師父你在飛機上怎麼點箱 我身體就是香味啊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的菸供 我在呼吸就在做菸供了 我剛剛吃的飯 吃下去叫上供 沉下去叫下室 所以 然後我也在做啊 我隨時在上供下室啊 當然坐飛機 我的飛機座位旁邊 一定會撒一些米飯 下飛機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希望幫我清理到這些 得到功德這樣 但是你要不時啊 想盡辦法 好 所以我們要開始24夜 我每次來如果你有參加 我都有帶各位念 然後呢 還是很期望大家 每天都做一遍好不好啊 老師說至少要做三遍 只要你要吃早餐 中餐 午餐 你就應該要做一遍 一杯水 七顆米 前面都不會唸 至少這三個字再唸 哄阿哄 然後就拿出去了 哄阿哄 然後就拿出去了 哄阿哄阿哄 交給觀音菩薩布施了 交給阿彌陀佛布施了 那至少 你每天都這樣 你會發覺 憂鬱症不見了 心情好起來了 慈悲心是超越煩惱最快的方法 慈悲心是進入無我空性最快的方法 慈悲心是成就菩提心最好的方法 那你就記得每天都這樣去慈悲 如果你叫厚花鹽不會干擾別人 點一支香 哎呀多好 香 你聞到那個香味 你的菩提心就起來 哟呦 不思呢 不思呢 所以那一支香可以撐三個鐘頭 你就有三個鐘頭的慈悲心 這樣最好 好 二十四夜 所以不分在家出家 佛經說 若有比丘比丘尼 幽婆舍幽婆怡 小朋友做最好 因為小朋友沒有眾生會怕他 特別現在這個世界 死亡小孩 墮胎小孩特別多 同男同女的力量特別大 所以各位下輩子發育院 生下來就做同男同女 一輩子不結婚好不好 那你永遠有這個力量 有結婚跟沒結婚的 那功德差很多的 所以下輩子來不結婚 從小就修行出家 對不對 你就有這種同男同女的力量 即諸人天 抑鬱受此這個方便 為了成佛 為了利益眾生這個方法 叫方便法 應須招請 近十方皆 一切六去 諸惡鬼神眾 當作四念 很多人念到這邊 這個不能念 要把惡鬼神通通請到我家來 這個我不念 那你這個人太我辭了 太自私了 你越對他好 他永遠保護你 所以很少有狗會去咬主人的 而且你對他不思 念一下 惡鬼升天 他成為你的大護法 你放心好了 你越不思 你就有無量的護法保護你 就算惡鬼來了 他們保護著你 叫他們排隊 給他們一個一個 絕對不會傷害到你 所以你才會居家安樂 無病無苦 惡鬼不敢 連看你眼都不敢看 失實的人叫無量為德 你的身體像犯天上帝一樣 沒有惡鬼羅刹會欺負你 那誰欺負你 你自己欺負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這種心念業障 就是在找你麻煩 因為你的悲心不夠啊 懺悔心不夠啊 往往冤心在住就得不到啊 找你麻煩 好 一個人本來斷手斷腳 身體被火燒啊 一的想要自殺啊 結果你現在讓他 手腳完全恢復 皮膚都恢復 哎呦 他會跪著跟你磕頭啊 但是最好各位呢 能夠修三昧耶戒 三昧耶戒是一種誓言戒 就像地上王菩薩 我為了渡我的母親 我要發廣大怨 六道離苦 我乃成佛 為我母親發怨 永不退轉 這個叫三昧耶戒 觀音菩薩說 若有一眾生在受苦 我不趁佛 觀音菩薩早就成佛了 那四昧成跟眾生同苦的 普門四昧 那為了要讓六道眾生都離苦 所以這些佛菩薩沒有一個 不受三昧耶戒 那三昧耶戒最重要的是一種誓言 永遠不離菩提心 寧可死也不離菩提心 寧可死也不起憎恨心 寧可死也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 今天你殺我 扛我 偷我錢 都要杜你 我不捨棄你 所以寧可死亡 墮落地獄 也不要離開空性的思維 所以這個三昧耶戒是佛教最高的 叫四元戒 這也是密秤叫金剛秤 他們有時候比較驕傲是因為 他們守三昧耶戒這樣 那他們在吃肉 你問他為什麼吃肉 我是以三昧耶戒吃他 吃了就是要承擔他的苦 超度他 你要給他合掌 謝謝你超度 但是呢 如果他受三昧耶戒 他以這個愛染心去吃肉 他就是他要下地獄 所以各位你不是他 我們也不要批評他 因為日本法師日本和尚 問他你為什麼要喝酒三昧耶 你為什麼要結婚度他 生一個菩薩兒子做菩薩 他們有他們的戒律吧 所以 但是他至少懂這個意思 他做不到是他個人的事情 我們同情 但是他至少還有這個心吧 就是做不到才要念 那諸佛菩薩以這個持三昧耶戒的功德 就回向給這些六道眾生 所以他們就脫離地獄到鬼道 各個向好莊嚴 那這個意思 好第九 他們現在各個都是佛菩薩的金剛生口義 現在我們要對他供養了 各位這個 這個不是我不是給你吃 因為我是供養你們 所以辯食咒 你供佛也是念這個咒的 供天神也是念這個咒的 那麼少啊 但他也都我都知道 三不來三不來 那我們要念三遍 各位如果有時間念七遍最好 觀想第一遍諸佛 第二遍天道人道阿修 通通都供養到了 那我們世間關係念三遍 但是念三遍你要知道 一顆米變七顆 七顆變四十九 四十九變無量無邊 變滿岩伏體 看得見的地方都變滿甘露 而且不是一個眾生得到一點點甘露 去分 而是每一個眾生都獨得 你所觀想出來的甘露 所以希望各位 你只要經過食品店啊百貨公司啊 你這個修行人 腦筋不能呆呆的笨笨的白白的 你看裡面充滿了最好吃的 因為你去看到那家店 哇好好吃啊 觀想過來 我到西方國家來 我就會觀想咖啡 牛奶 巧克力 麵包 對不對 他不可能吃我們的臭豆腐 但是你要把這個味道 你都觀想進來 最美的衣服 最好的家具 所以你要度西方人 就要觀想 這棟五千萬家币的別墅 噢啊 噢 他就進來了 最好吃的 所以一個修行人 如果你要修大神 他是非常豐富的 他什麼經驗 會唱歌 會跳舞 做過贏國星 做過總統 很豐富的 這個豐富是為了不施給眾神 所以你在念便士週的時候 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 天人在吃的 通通供養它 所以把普通的食物 變成天人的甘露 去供養它們 就是這個便士週 所以我強調了比較久 希望各位要會背 因為佛陀說 背這個週保證成佛 太慈悲了